丁妈 娜娜是婷婷的爸爸带来的 是被我硬抢下来的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欠这个孩子 你在我家待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了解你的 如果你实在是容不下他 那你可以先回去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走 那你就别和他计较 这孩子留在这儿不合适 我不在乎 不把你说 我还想让他当我的女儿呢 你这是 对 所以 看在我的份上 你也得好好待他 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这孩子没父母 你收的也挺好 床是弹簧的 凳子是沙发的 看的是大板电视 等 太太 坐吧 在干什么呀 在干什么呀 写信 给谁写呀 二姑 他要是回来 我得让他知道我在哪 你二姑 他是我爸家的亲戚 后来去了东北 小时候 我还吃过他的奶 他每次回来都会来看看我 去年就是要回来 结果到现在都没动静 太太 如果他真回来了 我跟你请几天假 回去看看他 太太 太太 我听婷婷说起过你家里的情况 你是 傲养的 不 我是被人扔了 算是捡来养的 你也许是你父母亲 无意间 把你弄丢的 不 是我娘娘狠心地 把我扔了的 你就这么确定 全罪人都知道 我是野的吗 也许你母亲 没有这么狠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找找他 我做梦都追着他杀 可上哪找家 就这么恨他 当然 从小到大 我不知道遭了多少罪 要是被我知道他是谁 我一定要先烧了他的房子 再把他弄死 我看看 有谁还敢扔孩子 太太 怎么了 没事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出去呢 怎么了这是 娜娜 周总吃了吗 吃了 在苗呢 你怎么不苗啊 我又不老 苗啥 什么呀 不敢跟周总比美吧 你一大大跑到这儿来犯病了是吧 咱俩现在可是哥们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你能跟我称哥们 狗都会笑叉气了 不是 我真把你当成哥们呢 你真拿我当哥们 那行 能帮我一个忙吗 没问题呀 只要我能帮得上 说 我有点东西想送到婷婷家去 能帮我拉一趟吗 太好吧 太好了 嗯 九点行吗 行 那就这么定了 九点钟我准时过来 哎 别让周总知道 放心 咱俩是哥们 行 那我走了 拜拜 太太 我走了 嗯 周总走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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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和丁妈的气呢 没有啊 我肚子疼 那我送你上医院吧 不用不用 我来情况了 那你别干了 今天你休息 一会儿呢 我去买菜 以后有这种事啊 去跟丁妈说 休息 昨天晚上我看太太的 两只眼睛都红了 她是不是哭了 太太也不容易啊 公司呢不好办 她也想回去了 她男人为什么 不过来帮她 那边也有事做呀 以后太太的房间 就归你打扫了啊 那你得告诉太太 让她把柜子锁好 太太对你好 有什么不放心的 太太跟你有缘 以后啊 就不要再为难太太了 怎么会 其实我这个人挺知足的 只是有的时候 喜欢担点想便宜 好了 我现在呀 也知道太太的心思了 以后呢 不会跟你生气了 什么心思 太太想收你做女儿 算了 要是说我做女儿 那工资还发不发给我呀 你这孩子 好了 我去买菜啊 你去看电视吧 我去刷盲房 你歇着啊 没事 我送你 对妈 路上小心 来 还有 你这包是什么呀 是她们要救你再去的 我就先领了 你还真行 上车 别跟别人说我把东西拉婷婷那儿了 我知道 方婷婷知道这事啊 我还没跟她说呢 咱可得先把这事弄明白喽 这个电视是你花钱买的吗 当然 只是还没付钱 我跟他们说 让他们把钱从我公司里扣了 快走吧 那你付了钱了 你还怕什么 他们这些鸟人 宁可把东西卖给收破烂的 也不肯卖给我 你是怕我偷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 那这么大一电视 拉人方婷婷家人家能乐意吗 我就暂时先放放 等我回去收稻子的时候 我就带走 你他真给我找了个好差事 你不想拉就算了 我自己打车去 你别着急啊 你让我想想啊 你脑子不好使 还不如先报警 你快点想 要不然 你家能放吗 我那儿地方倒是够大 在东周呢 那你住哪儿 自己租的房子 有彩店吗 没你这一档 要不然这样 放你那儿 我让你白看 真的 真的 我就是怕 封婷婷把我给卖了 拉你那儿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谁能把你卖了 我不告诉婷婷 那就这么定了 行 走 走 安全的 走吧 走 走 我去脱子 放大放大 先坐 坐 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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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签名了 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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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平时在门口赌我的时候劲儿挺足的 现在干起活儿怎么没精神了 谁赌你呢 我那等周总呢我 那你干嘛老跟我洗洗笑脸呢 不是 你这意思是你把我当流氓了是吧 你不是流氓 不是啊 那不是我就放心了 赶紧的 别让邻居感觉你买了一台家电 走啊 快点快来快来 来 来 一二三 走 你这屋子不错 就屈于大电视 这不你就给送来了吗 可妄 你有老婆了 那是对象 偶尔来一趟 闹了半天 你还是个流氓 我怎么流氓呢 我就是 这么乱怎么也不跟你收拾收拾 你在艳岛开发区呢 他 艳岛远吗 不远离这一个多小时 那他就应该经常来给你收拾收拾 尝尝你这 哪有个佳样啊 我给你拍坏了 不是 坏的 他没影儿啊 他 不能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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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这个 行 不错吧 太行了 这就是比那小电视小不好 能不能借我五十块钱 借我五十块钱 只要不出事 五百块钱都没问题 谢了